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涨约4% 汉逊立台开宏后平盘上下震荡 要从中国流出的资金来接受这一个庞大的国际的钱 美国政府它正管会核准了第一支的比特币的ETF 未来可能有第二支第三支的比特币的ETF 分析师指出通膨会让投资市场更投机 全球投资人不炒贵金属黄金 这次锁定的近市基本金属 伦敦金属交易所基本金属指数上周刷新天价 习登上历史新高 屡千也分别创下13年和14年新高 今年以来同现货涨35% 屡大涨60% 新涨40% 欧洲的天然气会大量的减少 那中国的话是煤炭 那这个两个部分都会牵涉到电力 那有人就已经提前看出来说 哇因为基本金属工业金属都是应用面非常的广 你竟然要用到 但是你又要减产 我就提前来囤积 囤积就是一种投机的行为 目前台股已经反映在同相关族群 第一同华新华融上周也有一波涨势 其他金属族群后续走势人得进一步观察 受到全球通膨怪兽来袭的预期心理影响 也让投资投机界限越来越模糊 三立新闻要抽成李文科台北报道